吉兰丹警方雷利扫毒再有斩获 日前是充公了市值超过250万令吉的马丸 防止了这批毒品流进本地的市场 同时还在行动当中逮捕了一名失业汉 延后到星期六协助调查 吉兰丹总警长拿督莫哈莫扎期透露 执法大军上个星期六晚上 在巴西马一家超市外的停车场 看见了嫌犯行迹可疑 上前截查才发现是毒贩 26岁的洛网男子没有安抵 警方还在调查他是否隶属犯罪集团 并且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B犯毒条文调查案件 另外当局从这个月13号到昨天的 特别过滤行动当中逮捕了超过620人 起货总值270万令吉的各类毒品 完成了 干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